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凤莲表示 外交部负责人日前接受媒体专访 以事实驳斥和回击了西方政客操弄有关议题的荒谬性 表达了中央政府的态度立场 大陆的疫情信息和抗疫举措是公开透明的 我们已及时全面公布了疫情通报的时间线 也多次公开说明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疫情信息 防控经验及邀请台湾卫生专家实地考察的详细情况 网称大陆隐瞒疫情完全是颠倒黑白 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断编织各种谣言 污蔑攻击大陆 现在又公然与西方反华政客畅和甘当棋子 进一步将其以异谋独的丑恶本质暴露于世人面前 操作反中仇中 必然沦为反制 只能涂增笑柄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海力不锈钢管具名播出 杨新用好药百年易安宁 本栏目由易安宁丸赞助播出 台湾地区所谓台独组织正在推动两项所谓制限公投案 并于4月30号前往台选务机关正式送交提案书 此前国财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曾表示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只会把台湾推向极其危险的深渊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30号上午 以所谓台独组织 台湾制限基金会执行长林怡正为代表的十多个人 推着两项所谓公投案 各超过3000多份 以通过第一阶段门槛的16项提案书 前往台选务机关提交 如果台选务机关审核通过 就可以展开第二阶段联署 最快将于明年8月进行所谓公投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号曾表示 台独组织搞所谓制限公投 其目的是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台独分裂活动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 只会把台湾推向极其危险的深渊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所谓台独分裂图谋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自从民进党2016年上台 并在岛内实现完全施政后 就在所谓台独的错误道路上 展现出一路狂奔不回头的架势 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他们更是在美国的撑腰下 一再误判国际形势 一再挑衅两岸关系 一再试探大陆底线 海外网评论指出 所谓制限公投 是彻底改变两岸现状的 所谓统独议题公投 是百分之百的法理台独 是反分裂国家法早已明确过的 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独一旦碰出这条红线 必会引发非和平手段 解决台湾问题 针对目前两岸关系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 在脸书发文表示 台湾社会所谓反中仇中的情绪 已经回不去用和平交流 累积共识的时代 两岸必然会有对撞 我们应该在这一代就解决 不要把超过70年的问题 留给下一代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王卫星 日前在中国评论发表专文 统一是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物 必须直面的问题 文章指出 在两岸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 考验着台湾岛内的 每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 任何瞻前顾后 患得患失 缺乏应有作为 目光短浅 一厢情愿 既往偏安易于的人 都将被历史无情淘汰 至于反向操作 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 推进各种形式台独的 政党和政治人物 一定会被盯上历史的耻辱注 据台湾官方通信社报道 专门追踪飞机动态的 推特账号 飞机守望 4月30号显示 一架美军EP3E电子侦察机 在台湾西南部空域绕飞 台防务部门又老调重弹 称台军全程掌握 据报道 飞机守望账号显示 一架美军EP3E电子侦察机 4月30号在巴士海峡 巴丹群岛以西出现 随后由东向西北方向飞行 并在台湾西南方海域上空 数度绕行 对此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史顺文声称 台海周边海空域情况 台军都全程掌握 台湾媒体称 这也是美国军机 今年4月第13次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 对于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海空域 频繁开展军事活动 美军舰机连续多天 在南海海域开展训练 同时还和澳大利亚海军在南海 进行了军事演习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4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对于美澳军队动向 保持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 一段时间以来 美澳等一些域外国家 在南海频繁开展军事活动 强化军事存在 这种做法不利于南海的安全稳定 我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吴谦表示事实一再证明 美方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为了筹措运作经费 中国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 特邀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在4月30号召开 全球百城募款艇格石院 洪秀柱发川云建记者会 格石院院长罗志强就指出 由于募款不易 他将效法孙中山 要在全球100个城市 成立海外星中会 大家出钱出力 成为理念传达的伙伴 自从我宣布要帮格石院 来募款1000万 这个目标来承诺江主席之后 实际上这段时间 就跟小乞丐一样 罗志强接掌格石院三周 继财务革新 制胜先师 未来沙龙之后 再发第四件全球募款 记者会上罗志强特别请来了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洪秀柱表示 这是他卸任国民党主席后 第一次跨境国民党中央党部 十分感叹 他坦言 过去他担任党主席时 就是丐帮帮主 到处募款 其中的心酸与痛苦 对他来说是难忘的回忆 因为我担任主席之后 没有多久立刻就通过了党产条例 整个党产就被动的被动 被封的被封 人家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在那个坚困的环境之下 一个担任主席人到处募款 我非常知道 募款的心酸痛苦跟难过 本身未领薪水 并且捐款八十万元新台币 给格式院的罗志强说 要效法孙中山先生 向海外侨胞发募款穿云剑 成立海外新中会 号召全球百城捐款 目前已有十六个城市响应 面对热情的海外侨胞 洪秀柱表示 重点是要让大家觉得 国民党有希望 否则人家为何要捐款 革命实践研究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革命要从革新 这个新可以是新鲜的新 也是可以说心理的新 你不从心里出发 你不重新开始改头换脸 你怎么去革命 洪秀柱表示 国民党今天失去中心思想 核心价值 路线摇摆不定 如果无法全党一致 就不会有希望 人家也不会捐款给国民党 他期许罗志强 要让国民党每一位 从政同志 党工党员有思想基础 把国民党的信仰找回来 另外洪秀柱会后 针对国民党两岸论述 以及目前两岸关系被问到 国民党改革委员会认为 应该跟上时代 赋予久而共识 所谓心意涵 洪秀柱先笑着说 我的看法还有用吗 接着他解释了 九二共识的意义 并强调 只要能够知道的话 就很好解决 至于所谓赋予心意涵 是要换名字 还是连卖套到里面都换 如果连里面都换 那就准死无疑 好 就这一话题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住台新闻观察员 卢强 让他来带我们看看 党内媒体 今天对此都有哪些观察和评论 卢强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易南 我们接着来说 国民党革时院举行的 这场募款记者会 再次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洪秀柱很明显是感慨万分 对于熟悉两岸的人来说 洪秀柱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她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 首位女性党主席 是在党内旗帜鲜明 始终把两岸统一 作为终极目标的 国民党政治人物 当年那场史无前例的 幻驻风波 也许是伤了洪秀柱的心 从那以后 洪秀柱虽没有完全拒绝 国民党中央的活动 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里 举行的大型活动 洪秀柱都没有参加 昨天是洪秀柱 踏进国民党中央党部 只是物是人非 现在的国民党 在走过2016大败 2018县市选举大胜 以及2020再度大败后 从里到外的士气 都显得更为低落 这可能也是洪秀柱 大探党中央 全部都变了的主要原因 台湾中视电子报 就点出了令洪秀柱 感慨忧心的原因 概括来说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国民党募款的事 另一个是 国民党失去中心思想 核心价值 道路路线摇摆不定 国民党在3月7号 改选党主席 一个多月来 新任党主席 将启程改组人事 政策布局 并没有见到 大破大力的改革 而从细节来看 有变与不变 不变的是 国民党士气低落 募不到款 那变的是和大陆保持距离 比如清明节 不摇记黄帝林 不反对绿云推华航 和台湾地区旅行政见的 所谓证明等等 变与不变间 是这段时间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 失去党魂 就像洪秀柱曾经说的 中国国民党这五个字 你不要忘记前面的两个字 叫中国 那前面的新闻也提到了 面对国民党改革委员会 正在讨论是否修正九二共识 洪秀柱有些激动的说 如果要赋予九二共识 新的定义换名字 还是要从外套到里面都换掉 那就准死无疑 准死无疑一词阵容发聩 只是不知道现在的国民党内 还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洪秀柱接着表示 其实两岸关系 说难很难 说容易也很简单 可惜今天民进党当局错过 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 能够打破两岸僵局的机会 反而雪上加霜地破坏两岸关系 制造仇恨跟对立 洪秀柱强调 两岸问题很容易解决 但装睡觉不醒的人也没有办法 现在施政的不是国民党 请施政的当局负起一切责任 要有道德良心 好的 以上是今天我在台北的梳理 我是卢强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一南 好 谢谢卢强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但是对于目前台湾的基层劳工而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 他们的收入减少 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而民进党当局的纾困方案门槛高 令他们难以受贿 4月30号 国民党纾困建言系列记者会再度举行 呼吁民进党当局的纾困方案 能更体察民情 切实照顾到广大劳工 基层劳工收入减 基层劳工收入减 放宽限制发现金 放宽限制发现金 记者会现场 国民党邀请了多位台湾各地的职业工会代表与会 共同为台湾的基层劳工发声 根据台劳动部门的纾困措施 投保薪资在2.4万元新台币以下者 去年所得税申报未达客水标准 及40.8万元新台币者 可领3万元新台币补贴 职业工会代表们普遍对此纾困方案表达了不满 他们认为投保薪资的门槛 无法完全反映基层劳工受疫情影响的程度 很多自营业者年龄偏大 投保薪资较高 但家际负担更重 也同样应该列入纾困的范围里 在这一波的新冠会议里面 我想大家都是爱我们遍野 那既然政府在立法院已经通过这个预算 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一波的话 能够我们来广发现金 我们就发现金 不要再有的不的 这样的话增加我们劳工的所需 工会代表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言 投保薪资限制应从2.4万元新台币 放宽至3.48万元新台币 让受贿的无雇主劳工可以扩增到约八成 且申请截止时间从5月22号延长到6月底 避免劳工因时间短促来不及申请 记者会上国民党公布了一组数字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台湾地区3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3.76% 达到10个月来的新高 无薪假部分 台劳动部门最新资讯显示 人数多达18,265人 而实际人数可能更多 此外 每周工时 因经济原因而低于35小时的就业者 3月份也升至26.1万人 创下15个月来的新高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民表示 蔡英文曾说 劳工是他心里最软的一块 但民进党当局对劳工的纾困 却是最不足的一块 最新的10万元新台币劳工纾困贷款 完全是缓不济及 不能解决劳工的实际需要 我们希望现在针对这个 没有雇主的劳工的纾困方案 应该要扩大 另外一个 对于现在他是有雇主的劳工 有一些他也一样受到减薪的冲击 那政府不应该对他们 只有提出是这个所谓贷款方案 你的补贴方案在哪里 也应该对于这些薪水受到减薪 无薪价冲击的劳工 应该要给予必要的补贴 那这才是五一劳动节 送给劳工朋友最好的劳动节的礼物 如今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岛内不少大型艺文活动都取消了 有业者就统计表演活动 相较于去年少了将近九成 让不少艺文业者快撑不下去 纷纷申请民进党当局的纾困补助 但是也有业者抱怨说 已经结束的第一波 艺文纾困补助申请条件太高 而申请人数太多 想拿到补助不容易 带着全场歌迷又唱又跳 歌手蔡依林原定五月份 要在高雄巨蛋 带给歌迷一场华丽的音乐饗宴 如今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只能叫停 让主办单位有不小的损失 但其实受害的还不只有他们 岛内艺文界业者统计 受到疫情影响 表演活动比去年减少了将近九成 业绩就像悬崖式崩落 不少艺文人都快撑不下去了 纷纷转向申请民进党当局的 艺文纾困补助 却发现补助根本不好领 面对质疑台行政机构反把矛头转回申请人 认为他们态度不积极 还搬出数字 称加码37亿元新台币的 艺文纾困2.0已经正式起跑 不过光是纾困1.0已经有8000多件申请 业者想拿到补助不容易 有明代私下透露 有的业者为了保险起见 索性跨部门重复申请补助 台行政机构强调 对于身领补助会有检视机制 要业者不要存有侥幸心态 再把责任甩回给已经苦哈哈的艺文界 本栏目由金砖惠慕酒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你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朝日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就钢管据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爱心企业纷纷身体力行献出爱心 面对疫情 宝宝巴士福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秉持做一家有责任的企业的信念 第一时间加入到抗疫的队伍当中 日前宝宝巴士捐资订购了 1020件共34箱防护服 驰援日本大阪缓解当地的燃眉之急 我们宝巴士作为0到60儿童 启门教育的复联网企业 我们始终坚持践行社会责任 与传递增上美为集论 在疫情期间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了 我们的抗疫小组 生产了很多我们这种 宝巴士的宣传的 抗疫的一些视频和动发 然后期间我们也组织了很多 从国外往国内的捐赠 当我们国内疫情开始稳定了以后 我们又组织了大量从国内往国外的捐赠 从3月份开始 宝宝巴士陆续为日本捐赠了 16.95万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为韩国捐赠了16万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将大爱的情怀 企业的责任 汇成浪潮 涌向四面八方 从4月15号接到求助信息 宝宝巴士迅速捐资 订购了价值18万元人民币的防护符 发往日本 4月23号 经过层层关卡的检查 防护符运抵东京成田机场 出关后 再经日本国内物流 发送至日本大阪 4月28号 物资抵达大阪健康局 未来我们将尽我们企业的所能 将继续向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 捐赠防疫物资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发挥 我们企业的专业优势 持续不断地打造线上防疫教育产品 提高人们的防疫支持 同时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行动 能给人们传递一份爱心 一份力量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午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疫情的最新消息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新冠肺炎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5月1号 上午10点30分左右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325万例 死亡病例数超过23万 当地时间4月30号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 汉斯克鲁格在丹麦表示 虽然目前欧洲出现了 新增病例平稳或减少的迹象 但欧洲仍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他警告欧洲各国必须保持警惕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 汉斯克鲁格当天在视频新闻 发布会中表示 随着欧洲各国实施各种隔离措施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已经看到一些国家的新增病例 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世卫组织也在密切关注 这一积极变化 但他同时警告 欧洲不要骄傲自满 毕竟欧洲已有十几万人失去了生命 汉斯克鲁格同时警告称 新冠肺炎不会很快消失 他呼吁欧洲各国务必保持警惕 保持耐心 灵活实行严格管控和放松隔离的 双轨制卫生防御制度 时刻做好准备 在必要时加大防控力度 在疫情有所好转的德国 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 4月30号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 民众在公共场所 仍需保持1.5米左右的社交距离 儿童游乐场 博物馆 展览馆 纪念馆 动植物园 宗教场所等公共设施 在满足卫生线流等条件下 可重新开放 数据显示 截至4月30号零点 德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159,119例 累计死亡病例 6,288例 另据报道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 4月30号向总统普京报告说 他本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目前正在进行隔离观察 米书斯金表示 俄罗斯政府将继续正常运转 他会以电话或视频的形式 与政府同事和普京保持沟通 米书斯金呼吁俄罗斯公民 谨慎对待疫情 在5月假期期间 待在家中 并遵守必要限制规定 普京当天签署命令 由第一副总理 别洛乌索夫 担任俄代理总理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次见